1944年生肖猴五行性格蜀木,身猴假身年生,1944年殉挂。 方位,东方,季节一春天,以青龙为象征。 蜀木猴者满怀雄心壮志,希望生活永远像春天一样美好。 1944年蜀猴之人大多较为长寿,大多都能活过八十岁。 蜀猴之人喜欢竞争,富有进取心,不甘落后,头脑机智,其思妙想,足智多谋,多才多艺,生活浪漫,不受拘束,善于应酬,善于与人言谈交际,朋友多,人缘广,不足之处,是略有虚荣心,嫉妒心,轻浮散漫,缺乏诚信,性情多变。 1944年蜀猴一生运势如何,此年出生的蜀猴之人,一生有较不错的运势,年少事颇多,为其以后成功之路打下基础,学业有成,工作上善于应酬交际,与同事老板关系融洽。 遇到贵人举荐,方可飞黄腾达,在成年之际,大多事业有成,家庭美满幸福,收入较高,衣食无忧,仍需注意的是,还要增加诚信度,以成待人。 此年出生蜀猴之人,乃为高山松林之猴,生性好动,聪明机智,幽默活泼,善于谋断,且有仙剑之名,才能超越常人。 蜀猴之女开朗活泼,能说会道,极具魅力,亦能够吸引大众的目光。 蜀猴之男有进取心,喜欢竞争,生活浪漫,多才多艺,年轻时锋芒见路,持之以恒,能成大业。 然蜀猴之人欠缺理性,缺乏责任感,且没什么耐性。 蜀猴之人年少虽坎坷,但亦有多,且中年运势转好,各种突如其来的好事应接不暇。 假身地路生,乃源泉之水,故而1944年蜀猴之人大多较为长寿,寿源极长,可享高厚之福。 1944年蜀猴的人年轻坎坷,命运多舛,在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,能不能成功化解这些困难,就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。 如果能成功化解,就会使以后的生活道理变得顺畅了不少,所以把握好做事的分寸很重要,同时有一个冷静的头脑也是最重要的。 蜀猴人到了中年的时候,就会变得异常幸运,在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突如其来的好事,让他们应接不暇,才对待这种从天而降的好事的时候,要以好的心态去面对他们,这种平稳的心态,会让他们接下来的生活中有接二连三的惊喜出现。 蜀猴人到了晚年的时候,由于年轻时打下的基础,让他们晚年无忧,加上这年出生的蜀猴人,大多会有两个以上的子嗣,多子多孙的情况下,让他们得到很好的照顾。 但蜀猴人要的记得,钱财傍身才是对自己最大的照顾,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古人有言,命里一尺,难求一丈,他的命数就只有一尺之宽,那他再怎么不情愿,也要承认这个现实。 你的命数,竟然有一丈之长,那你的福报也是命运给你安排的,无论是一尺还是一丈,都是注定好的。 这个世界,就像是一个游戏,我们都是游戏当中的人物,既然是游戏中的人物,就肯定无法跨越这个游戏的框架。 说得直白一点,我们都是世界这个程序中的代码,既然是代码,就无法突破这个程序自由的生存。 我们所做的一切,所去到的岗位,所领到的工资,所结婚的对象,所相遇的人与事,都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,我们只能淡然地接受。 对于命数,我们要有一个认识,那就是敬畏而又尽力。 要敬畏天地自然,同时也要尽自己的权利去做事,那你的人生就真的圆满了。 过程,由自己把握,而结果,则由上天安排。 反正你我在过程中大闹一场,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人生于世,各有天命。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,其实都有他们的使命。 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富豪,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乞丐,总有一些人要有钱,总有一些人要贫穷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 就拿一个孩子来说,为什么他出生在贫穷的村落,为什么别人能够出生在北上广深的市中心? 因为他们的命运走向是不一样的。 出生在贫穷村落的孩子,也许他们奋斗一生,也达不到北上广深的孩子的起点。 也许北上广深的孩子能够去到更高的层次。 这,又有谁能说得准呢? 说的现实一点,在今时今日,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有车有房,而有些人一出生连奶粉都吃不起,长大后连老婆都娶不上? 这差距都是先天就注定的。 当然,这种出生论会让人感觉到特别无奈。 只不过,这个社会又有哪里是不谈出生的呢? 普通人从哪里出生,就会接触到不同的生活,受到不同的教育,见过不同的事,遇到不同的人,从而拥有他们独特的往后余生。 当然,穷人也能成为富豪,而富二代也会变穷。 这,就跟他们的命数息息相关了。 一切都应了一句话,万般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。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,都是命重的安排。 孟子曰,莫知为而为者,天也,莫知智而智者,命也。 明明没有刻意去做某件事,但你就是做到了,这都是天意啊。 明明不想他来,他偏偏就来到你的身边了,这都是命啊。 在孟子看来,有心灾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因。 你我所经历的未知的遭遇,都跟命运息息相关。 对于命运,吕蒙正在《破摇腹》中有过这么一个解释, 祝福祝禄,命理已安排定,富贵谁不孕。 人若不一根基八字,岂能为清为下。 这福气和祸患,都是生来就安排好的。 对于富贵和名利,又有谁不喜欢呢? 但是,如果人没有这个命述,那他凭什么成为王侯将相呢? 记得年轻的时候,自己总想成为了不起的大人物,总想奥利于天地之间。 但是,等经历过之后,才有所顿悟,所有的功名大业,我们只能尽力去做, 而能不能实现,就真的只能看天意了。 如果自己真的有富贵命,那尽力之后,定然富贵。 如果只能是劳碌命,那只能辛辛苦苦打一辈子的苦工。 这,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 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,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安安稳稳, 有些人却要朝不保夕,劳碌一生呢? 从宏观的社会学来说,社会需要不同的领域,不同的岗位,自然也需要不同的人。 你适合做什么,那你就去到什么样的岗位当中? 而从微观的命理学来说,每个人的走向往往是千差万别的。 他适合当官,他适合搞商业,他适合当医生,他适合做程序员的这,不就是命运的走向吗? 秦朝末年,有两个人,一个是项羽,一个是刘邦。 如果没有读过历史,那你第一时间就会觉得,刘邦何德何能,可以比得过项羽呢? 但是,上天就是眷顾刘邦,而不眷顾项羽。 我们可以说是项羽的性格有问题,项羽的心胸有问题。 但是,这所谓的性格和心胸,不都是上天赋予他的吗? 后来,项羽在乌江自吻的时候,说过这么一句话, 然今族困于此,此天之亡我也,非战之罪。 大致意思是,我项羽今天被困在此地,那是老天要灭亡我,并非是战术策略的问题。 如此而已。 只能说,历史选择了刘邦,命运也选择了刘邦,老天也选择了刘邦。 因此,历史就变得有序起来了。 我们要坚信,所有的命述走向都是正确的。 一切都是你我必然的人生经历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。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